我們熱烈的掌聲 邀請范克怡導演 宋滿鍾先生和陳郭寬先生 一同掌頭分享 歡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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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台時報的人都在鼓勵 鼓勵鼓勵 Hello 你今天心感受嗎 終於開拍了 當然了 等了這麼多年 但是開心之餘都緊張的 因為你都見到這次有這麼多演員 其實我們都想照顧大家又好些 除了在劇本上 拍攝的生活上 和質素上 我們都想盡量提升 之前等了這麼久 最主要的原因 會不會是投資方 或者資金上的問題 其實資金 行內大家都知道 錢一直都在 你怎樣可以令到錢流入來 其實因為主要這幾年裏面是疫情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跨越這麼長時間 在疫情期間 根本你拍外景都等於自殺一樣 正好是這樣 導演對劇本的要求非常高 因為第一季的時候 大家都這麼喜歡他 希望在第二季可以再提升劇本上 因為太長了 演員太多了 你要很小心處理很多事情 正好這裡有一個時間 讓他真的做到了 是不是一直都默釋一些 奧斯卡金像級的演員 那個都不是我們官方說過的 當然你問我 我當然想 但是 只是一個羅伯蒂爾路 我們整個投資都不夠給他認受 其實 但是我們都會有去 現在嘗試去 即是有做的 去找一些大家都會認識 一些外籍演員 因為始終我們說的外部勢力都是外國人 我們都會盡努力 希望可以找到大家欣賞的演員 外籍演員來演 是 太太這次也有份演出 我們計上一輯都有 是不是 即是怎樣都一定要支持一下 絕對是 上一季我也是做張小溫的太太 其實故事也是順延下去的 但是我想這次的故事會比較 更加專注關於她的環境的變遷 所以我想我跟她的戲 應該可能會沒有那麼多 因為她以前就是一個警察 但現在她會加入了社團 我想她回家的時間會更加少 可能我的戲就不會那麼多 我可以多一點時間照顧小孩 因為之前其他的作品都比較少 就是小龍哥的作品才參與 是否特意的 主要是她經常都說 經常她都說想太悶了 經常對著我 想接觸一下小鮮肉 既然我在這個位置 我會叫導演在這個位置安排少些 當然 我會這樣說 就是 我覺得是好玩的 加上 《反客一》有這麼好的 feedback 還有大家一班朋友去開工 其實的確是很開心的 他們都是兄弟幫去開工 所以我相信在接下來新的一季 更加多的演員加入 劇本更加優化 我相信是會比第一季更加可惜 這個我也很期待 有沒有想多些拍一下 沒有 在拍攝方面 我覺得主要是讓她去做 那我主要 她現在只是臭小子 臭上癮 這樣說 還是你不給 你有沒有不給 我絕對不給 我怎麼說 我覺得 我現在有多享受 臭小朋友 自己也有另外一些項目去做 台前的事情 就交給她去做 下串下 偶爾也不錯 對 這樣也不錯 但這次的片酬 你們也不是有情 我們 別人也 他很情緒 其他人也這麼有情 我老婆為什麼不有情 我私底下 我那份片酬都給她 其實她收兩份片酬 反而我真的沒有片酬 那就是 是嗎 給她的帳 她是嗎 OK 但這次 譬如你一邊 你走壞 那你不一定 那關系會有嗎 都會有的 但是沒有理由 說出來 她會比較慘 她的情感會比較慘 因為 我這些做了壞人 就冷血一點 感情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愛怒 沒有那麼愛怒 所以 在表演上最辛苦 那些 對 對 對 總之她出生來 都不太受了 不要被她那麼舒服 那些 哈哈 讚兩份量 對 讚兩份量 做多點事 謝謝 謝謝 好 兩位麻煩這邊 隨便一次 好 好 兩位這邊 好 這邊 沒錯 大家好 大家好 很久不見 大家好 很久不見 在《反刻意》 和我的生活中 其實角色也沒什麼改變 我依舊都是張雪溫和陳國昆的太太 希望大家繼續期待我們的第二季 謝謝 阿蘇好熱 開手機大家拍照 對了 我們這個時候先看著我們的傳媒朋友 先拍幾張帥哥大合照 1.3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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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 剩三分鐘 靜點 我們等過六年 好 好 好 我們一起熱中 超級網劇 《反刻意》 拍攝順利 繼續創造 收視高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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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